一个老领导当时就告诉我马云马化腾还有当时的郭宝成包括这个马明泽都会非正常死亡 要么呆在监狱里一定这结局当时这话把我说吓坏了 为什么他说他们不管如何他们的财富已经不是他们的了 国家防止他们的财富外移一定会用一个大家都不知道的办法把他的财富规为国家 国家千万不是是你们和我的咱那个国家是那盗国贼的国家把钱给你捋走 就像王岐山书记能把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仅有的两家不良私产几万亿的公司化为私生子私生女所有一样 哪天马云突然出现经济危机了最后国家一救他股份是他的了 马化腾一定是要么心仗死一定这结局因为他知道的太多了 马明泽的平安保险知道的太多太多了 像那个徐荣茂刚才跟孟建柱家太亲太近了都很清楚 你像绿地的老宋那肯定把你灭了老孟一定把你灭了包括碧桂园 当时你犯罪了给你放你一马成了托哪天也得把你灭了千万记住 中国人一旦要是你有了巨大的财富 你只有两个归属死亡和逃亡 没有第三条路你有了中等的财富 要么和这些毛屎坑里区跟他把你的老婆女儿孩子跟他睡去同流合污 要么有一天你就被消失 你连你连逃亡的机会都没有 剩下就老老实实当老百姓任宰的羔羊